來講一下他的手機APP的部分 我講一下他的手機APP的部分 就是我明明手機已經跟藍牙 我稍微講一下他的手機APP的問題 我稍微講一下他的手機APP有一個奇怪的問題 就是他連 我稍微講一下他的手機APP有一點 我稍微講一下他的手機APP有一個奇怪的問題 就是我明明耳機已經連接到手機了 但是開啟APP他還要認證什麼東西的 但是我開啟了他的 但是我開啟的APP要調整設定的話 但是我開啟APP調整設定的話 他還要再認證一個奇怪的東西捂到 但是我開啟APP 但是我開啟他的APP 但是我開啟他的APP要調整設定的時候 他還要認證一個東西 還要五秒鐘 真的是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所以你 所以你剛買這個耳機的 所以你剛買這個耳機 你調整EQ啊 或是調整設定的時候 會稍微麻煩一點點 所以你剛買這個耳機 但是你幾乎 設定完之後 你的APP就不會再開啟 所以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我會選擇